周星驰万万没想到 被人尊称了大半辈子星爷 最终竟会被小鲜肉当众侮辱 2018年周星驰为了宣传新电影 参加了微博之夜 星爷一出场 就连刚刚还在脚口相堂的王思聪 都不由得正经微作 星爷在采访之际 华少便提出想让星爷现场出一道考题 来考考台下的晚辈们 星爷听闻后脱口而出了一道考题 你先出两个题 你先出两个题 是戏是什么题目呢 这是演什么是吧 对对对 三孩子 在星爷看来只是一场普通的戏 但在现场嘉宾和主持人看来貌似很难做到 所以在镜头转接到台下张大大的时候 他就选择了假装听不到 根本不愿意接星爷的话茬 反而是自顾自地开始cue旁边的假笑男孩 我们全场一起帮给本 三 二 一 招牌式的笑容 星爷初的考题明明是生孩子 但张大大貌似是健忘 偷偷地将考题换成了难过 使得台上主持人不断重申考题 那我们是表演了开心 是是是 我们为了致敬我们的星爷 是 我们接下来寻找现场的一位艺人朋友 来表演难过好不好 新年初的题目是生孩子 生孩子 对 台下的张大大几次三番无视台上的周星驰 但最终还是逃不过生孩子这一难关 无奈之下他便想起了 当时极具热度的9% 生孩子 对 我觉得应该给还没有这种经验的小男孩们 一点机会 而是我们身边的9% 在这几位小鲜肉被Q到的时候 台下一片欢呼 但谁知道这9位小鲜肉 差点一起扣出了三十一厅 孩子要出生了 这是 昆接近了贾斯丁的肚子 直接到信了 也行 直接到信了 孩子出来了 随着表演的进行 新爷的表情也从刚开始的微笑 变为苦笑最终简直是哭笑不得 原本还满怀期待的观看表演 没想到最终却变成了一种煎熬 张大大除了健忘外 睁眼说瞎话的本领也实在是高 这也是我们年轻一代的新生代的偶像 向我们的顶级的前辈的致敬 谢谢您 新爷 张大大一番话下来 新爷当场黑了脸 与其说是小鲜肉的致敬 不如说是对新爷的一种侮辱 要知道新爷的名号之所以能够响于世界 最重要的是新爷对待演艺事业 十分认真的精神 不光对待每一个镜头都十分严苛 当众骂哭演员都是常识 就连冯小刚来客串 他都会毫不留情地当面指责 如今却要硬着头皮 看小鲜肉在这里胡闹 新爷又怎么忍得了 但最无奈的还是主持人 要新爷对这九位小鲜肉做出评价 让新爷当众承认小鲜肉的演技好 不是侮辱还能是什么 但毕竟是当红流量 还是在颁奖礼上 不好把场面弄得太尴尬 可明眼人都能看出 新爷的一番评价到底有多违心 成龙到底做错了什么 会被冯小刚当中怒怼 2015年一位名叫史峰的选手 将富宇和魔术相结合 在舞台上为大家带来了一段精彩的表演 喜欢猎奇的成龙对他的表演更是赞不绝口 张伯丽看到成龙十分喜欢这段表演 立刻打断了张伯丽的讲话 表示赶紧进入表决阶段 我可以进入表决阶段了 看看大哥说了算不算 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口出狂言 在李冰冰成龙等人按下通过键时 唯有冯小刚迟迟不按 眼见冯小刚始终犹豫不决 急性子的成龙看不下去 便起身帮他按下了通过键 是遵守比赛规则 但是在看到另一档综艺 他擅自替宋丹丹按下通过按键后 大家才知道他有多双标 注意看张韶寒歌唱到一半 就被工作人员勒令下台 因为是这样 因为我通常没通知 就是交通才会 所以我没办法继续正在舞台上 非常抱歉 因为我现在必须在下台 对不起 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好吗 谢谢你们 当时张韶寒正在湖北一昌的 某商场外进行表演 当时听说这场演出 不仅不收门票 还可以近距离接触明星 当地人便争先恐后地 打到了现场 因此在开场 还不到两个小时的时候 城东大道就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正式开始还不到十分钟 一昌交通更是直接瘫痪 因此在刚唱完隐形的翅膀时 张韶寒就被工作人员强制拉下了台 就连主办方都表示 本想随便请的小明星来宣传一下 没想到会受到这么多人追捧 好像在张韶寒落魄的那几年 随便一个人都能轻视他 2017年刚付出不久的张韶寒 出席了慈善八杀晚宴 在大合影环节 由于人数太多场地太小 苏芒便催促着大家往旁边挪一挪 可此时站在C位的李宇春 刚想往一旁靠一靠 就被苏芒硬暗了回去 毕竟当时的李宇春 可是资本重点关照的对象 当时场面一片混乱 一头雾水的张韶寒被推来推去 反倒站在了C位上 苏芒眼见胡咖 都能站在如此重要的位置 便扯着嗓子大喊 要知道站在张韶寒身旁的 都是刘嘉玲张子怡这样的搏技大咖 所以被称为过气歌手的张韶寒 根本不配和大家站在一起 后来还没等到晚宴结束 张韶寒就因抢占C位被内涵上了热搜 但要注意的是 张韶寒当晚手腕上可是戴着红丝带 这就证明了张韶寒参加了当晚的慈善捐款活动 他不仅捐出了70万还外加一辆救护车 但在看站在旁边的明星大咖 手腕上除了镯子就是名表 只不过是名气大就可以理所应当地站在C位 也就是这场晚会才让张韶寒明白 慈善并非是让真正付出的人得到感谢 而是这些有地位的明星玩弄咖味的舞台 直到2018年张韶寒用一首阿雕证明了自己 嘹亮的嗓音贯穿全场 张韶寒不仅证明了自己的唱功 更是诉说着自己一路走来的不义 让观众听完久久不能释怀 命运作传 是你淡然 毁别了青春 输不尽的车站 敢于平凡却不敢 平凡的溃败 你是阿雕 你是自由的鸟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